我们的这个大家长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代表台电 台湾电力公司的专总沈夏先生 先上台致辞为我们开启今天的这场记者会 谢谢赖小姐 这个灯光刺得我们眼睛 我想黄董事长今天他另有要功不能过来 所以由我代表他讲几句话 卡拉OK唱得不够多 我本人就是在温州街出生的 我从小在这里成长 在这个区域里面求学 一直到我考进了台电以后 才搬离温罗丁这个街区 所以由我来感受 温罗丁他的人文 他的音乐 他的影像 他的艺术 带给我们丰厚的生活 也创造了这里不同的人文的气氛 同时也使台电在这个工程师的形象之外呢 也增加了艺术的涵养 台电公司推动公共艺术 请到了刘老师以及吴老师 以及诸位艺术家共同来规划 以Different Light 给新温罗丁一道不一样的光为主 同时去发掘 去寻找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活动和文化 让社会大众能够更了解这个地方 与这个地方更亲近 我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 了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台电 在这个台电公司的所在 这个温罗丁的街区 我们希望大家 透过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 共同的活动 带给这个地区不一样的 这个更深刻的这个艺术的 我们可以了解到 它蕴含的更深刻的艺术与文化 在29年前 侯孝泉导演 他以这个温罗丁边陲地带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在 禅途山 作为他这个电影的主要的拍摄地点 用影像来诠释了这个地区的身影 我想我们特别在推动 这个公共艺术季的这个时候 选了侯孝贤导演 他在这个二月份 会录选这个柏林影展的经典影片的 尼罗和女儿 用这个35mm的胶卷板 在这里放映 我们共同可以回忆 台湾电影的美好 以及在这段期间 这个随着时间的更迭 造成了这个整个这个地貌 这个地貌的整个的改变 我想这个台电公司推动这个公共艺术活动 我们特别请了这个刘老师和吴老师 还有各位艺术家来规划 那这个活动呢 我们在这个春季的 春季的这个第一个活动呢 就以这个半程影展来作为这个开幕的第一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精彩的艺术工作坊以及活动 那在夏季也在七月份呢 我们会开始夏季的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艺术的行动 与台电公司共同重写这个城市的新竹机 谢谢各位嘉宾今天的参与 天气很冷 请大家多保重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